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来学习为其简单的入门的对杀技巧 那么一共呢有五种之多 有哪五种呢 有长气杀短气 同气的对杀 有有眼杀五眼 有大眼杀小眼 以及双活 那么我们今天学习第一种长气杀短气 那么什么叫长气杀短气呢 就是指双方的棋子被对方给包围住了 谁的气长 谁就可以吃掉对方的棋子 那么我们通过举例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右上角这个立体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两个白旗和这两个黑旗 是不是都被对方的棋子给包围住了 是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对杀 那么就要先数清楚他们的气 谁多谁少 对吧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个白旗的气 这两个白旗有一口气有两口气 对吧 那么黑旗呢 有一二三口气 那么这个很明显了 就是黑旗比白旗多一口气 那么这种对杀呢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会怎么样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是白旗下 我们先来看白旗下的结果 那么这个白旗下的话 那就是紧气咯对不对 对杀的时候就要紧气 那么这个时候白旗紧气 那么紧气从外边开始紧 然后黑旗呢 也同样是紧白旗的气 对吧 那么紧到这个时候 白旗这两个旗子已经被叫吃了 非常的危险 那这个白旗它如果再紧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黑旗能不能够提掉两个白旗了呢 对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提子了 那么这个白旗和这个黑旗对杀谁赢了呢 那就是气场的黑旗赢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是白下的结果 那么如果黑下的结果呢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一样的 那么黑旗下也是紧气 白旗下也是紧气 那么这个时候下到这儿 黑旗用不用去提掉呢 其实黑旗已经不用去提了 因为这个时候白旗的气只有一口 而黑旗呢有两口 这个时候黑旗的气本来就比白旗多了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黑旗就可以走另外比较大的地方了 那么这个结果也是和刚才一样的结果 就是黑旗吃白旗 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对杀长气 杀短气 对吧 那么这个是第一个例题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二个例题 那么第二个例题呢 旗子就比较多了 那么气也相对来说要多一点点 没关系 我们来一个一个的数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先看到 这个弯4 黑旗的这个弯4 那么大家来数一数 黑旗的弯4有几口气呢 那么有一二三四有四口气对吧 那么白旗呢白旗又有几口气呢 就有一二三口气了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该黑旗下 看一下黑旗能不能把这个白旗的弯4给杀掉 那么黑旗 紧外旗 白旗 也是紧外旗 黑旗 这个时候再紧一个 那么下到这的时候呢 黑旗已经可以说把白旗给杀掉了 对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白旗只剩下一口气了 而黑旗呢还剩下三口气 所以说气长的可以杀气短的 那小朋友说哦这个是黑旗先下嘛 所以说黑旗能赢啦 能吃掉白旗啦 那如果是白旗下的话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黑旗给吃掉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该白旗先下 那么白旗是紧哪口气呢 是紧外旗 还是紧这个呢 那么紧这个我们来试一下 黑旗 也是紧白旗的旗 然后白旗再紧黑旗的旗 然后这个时候 黑旗再走白旗的旗 白旗紧气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一个白旗是不是已经要死掉了 那么黑旗提掉 对吧 那就把这个白旗给杀掉了 那么这个结果还是和刚才那个结果一样的 白旗 不管是先走还是后走 都会被黑旗给杀掉 对吧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 长旗 黑旗的旗长一些 对吧 四口 杀短旗 杀白旗的三口旗 所以说这个也是比较严厉的一个手段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例题 那么第三个例题呢 这个旗就更多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把旗要数清楚哦 那么这个时候呢 黑旗的旗 这个值三 有几口呢 有一 二 三 四 有四口 对吧 那么这个白旗呢 白旗有几口旗呢 白旗有一 二 三 四 五口旗 那么数旗呢 应该是白旗 比黑旗的旗 要多一口 那么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长旗杀短旗 就应该是白旗 把这个黑旗给杀掉 那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的结果呢 那如果是白旗下的话 白旗直接拐回来 那么这个黑旗 旗肯定就不够了 三旗 而白旗呢同样是一二三四五 如果白旗下的话就没有话说 肯定能吃 那黑旗呢 黑旗如果下的话就挡下去 要防止它连回家 所以说第一步要挡住 对吧 那么现在还是四旗对四旗了 但是现在同旗的时候是白旗先走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白旗紧气 黑旗紧气 白旗再紧 黑旗再紧 白旗再紧的时候 黑旗走一个 这个 那么这个时候 黑旗和白旗气是一样的 但是现在该谁先下呢 现在就该白旗走了 白旗立马就把你这个给提掉了 这个直四 那还是气不够啊 对不对 所以说今天学的这个长气杀短气呢 这个重点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气 双方的气 一定要数得非常清楚才行 那好的 我们现在看一个动画来加深一下印象吧 对杀 长气杀短气 同学们好 前面我们学习了入门过程中的五种吃子方法 那今天我们又要学习什么呢 我们要学习入门过程中的五种对杀方法 今天讲第一种 长气杀短气 我们在下棋过程中 经常会出现双方的棋扭在一起 各自的棋又没有两只眼 这时只有将对方的棋子吃掉 才能救活自己的棋子 怎样杀死对方的棋 要看谁的气更长 这张图 边上黑棋三子是三口气 白棋两子是两口气 因此 不管现在是谁先走 都是黑棋吃掉白棋 下面这张图 黑白双方的棋都没有逃出的可能 这里的对杀 只能通过搏杀来决定胜负 黑棋五口气 白棋四口气 很显然是黑棋吃白棋 这里的战斗 自然是黑棋取得了胜利 再看这张图 这个棋形很乱 黑白双方在脚上的对杀 同样是比谁的气更长 黑棋有四口气 黑棋有四口气 白棋有三口气 白棋能杀掉黑棋吗 不能 不管白棋是否先下 因自己棋子气少于对方 结果是被黑棋吃掉 所以说 在双方的棋都不能做活 即不能逃跑的情况下 对杀的关键 是看哪一方棋子的气更长 这就是长气杀短气的真理 当然 有时会遇到极个别特殊情况 这我们放到后面几课来讲 同学们 经过老师的讲解 你们听明白了吗 请同学们多多练习体会吧 看了刚才的通话以后 相信小朋友们一定会 对长气杀短气 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了 没关系 我们一起来练习练习吧 第一个题目的要求是 白棋先走 你能吃掉黑棋吗 那么先看一下 这一个是不是长气杀短气 那么小朋友们看这个题的时候 一定得仔细一点了 好的 我们来看到大棋盘 那么表面上看呢 白棋两棋 对不对 黑棋也是两棋 小朋友们看到 注意了 这个黑棋不是两棋啊 这个黑棋有三棋 那么这个地方呢 由于这个白棋 不可能下在这儿 对不对 不可能第一口气就紧在这儿 它如果紧在这儿的话呢 我被我黑棋提掉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个 这一口气 我们要算成两口气 也就是黑棋这个地方 有一个隐形的一口气 那么在哪儿 黑棋这儿 也要算是一口气 所以说白棋紧气的时候 是往这儿紧的 不是往这儿送死的 这个一定得记住了啊 那么你如果送死 我黑棋提掉 然后你再打湿 然后我再打湿 你大概看一下 你提了 你气够不够 所以这个紧气 不能够这样紧 不能够这样紧 这个时候一定得先立一个 那么这个算气的话 就算住了 黑棋是有三口气之多 这个一定要注意了 那么这样说的话呢 黑棋是三口气 而白棋呢是两口气 所以说应该是黑棋 能把白棋给吃掉 对不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白棋先走 白走一个收气 对吧 刚才我们说的 遇到这样的情况下 白棋只能够先立 先这样收 那么黑棋就紧气了 白棋就打吃 黑棋提掉 那么这个时候 白棋能不能吃掉 黑棋的棋子呢 不能 那么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对杀技巧当中的 长气杀短气 就可以来判定 这道题是黑棋杀白棋 而不是白棋杀黑棋 那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对呢 好的 我们来看下一道题吧 这个题的要求是 黑棋先走 能吃掉白棋吗 那么这个也是黑白 正在对杀的一道题了 对吧 那么我们来先看一下 大棋盘 那么这个黑棋和这个白棋 都被对方的棋子 给包围住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黑棋和白棋要比气了 那要先数他们的气 这个是第一步 对吧 那么我们来看黑棋 一二三四 黑棋有四口气 那白棋呢 白棋有一二三四五五口气 那根据这个来说呢 那就应该是长气 杀短气 就应该是白棋杀黑棋了 对吧 那我们还是来检查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 黑棋要杀白棋 要先紧他的气 黑棋紧气 白棋也紧一口 黑棋的气 黑棋再从外边开始紧 然后白棋紧 黑棋紧气口 白棋紧一口气 好紧到这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黑棋已经是一个什么状态 已经是一个叫吃的状态了 是吧 那而且白棋呢 白棋还没有呢 白棋还有两口气呢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题的答案是 白棋可以吃黑棋 那么问题问的是 黑棋能不能吃白棋呢 那答案肯定是 不能够吃白棋了 那么这个根据 长气杀短气的原则 就可以判定 对吧 那相信大家一定都做对了 那么我们来看下一个题吧 这个题的要求是 黑棋先走 你想想能吃掉白棋吗 那么这个也是对杀的一道题 我们来看一下大棋盘 那么这个很明显是白棋 黑棋都把对方的棋子给包围住了 那么里面又不能够做成两只眼 所以说只能够对杀了 不是你死 那么就是我王 那么这个时候呢 数一数黑白的棋是多少 黑棋 一二三三口 白棋呢 一二三四 白棋有四口棋 黑棋只有三口 那就是说白棋比黑棋棋多 那就是白杀黑咯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题是黑棋先走 是吧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黑棋景气 白棋景气 黑棋景气 白棋景气 黑棋再景气的时候 大家注意没 白棋已经可以提掉黑棋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个是长期杀短期啊 比较简单 这个题 对不对 那么这个答案就是 黑棋不能够吃掉白棋 有没有做对呢 好的 我们来看下一个练习题吧 这个练习题的要求是 白棋先走 白棋气少 能吃掉黑棋吗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白棋 它已经提示了白棋的气 比黑棋的气少 那么它能够吃掉这个黑棋吗 来回到大棋盘上 左上角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题 那么黑棋有几口气呢 黑棋有 一 二 三 四 那白棋呢 有一 二 三口气 那么这个时候白棋先走 黑棋 景气 白棋 景气 黑棋 黑棋 景气 这个时候白棋还能不能吃掉这个黑棋呢 那很明显是不能的 因为它的气就只剩下一口了 那么白棋不能吃就是这个题的答案了 但是这个题我换一下 如果这个时候没有这个棋子呢 这个时候没有这个棋子又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 外棋呢 哪个地方是外棋呢 哪个地方是外棋呢 那就是这儿啊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白棋再景气 这个时候黑棋还能不能下呢 同样不能 因为黑棋下进去了 白棋就可以提子了 是吧 所以说黑棋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所以说黑棋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现在我又不能下这儿 为什么不能下这儿呢 因为你下这儿以后 你的气很少会被我先给提掉呢 对吧 所以说这个黑棋是不能够下在这个地方的 那么黑棋就只能够连在这儿 那么白棋这个时候的白棋才可以是黑棋 对吧 那为什么呢 小朋友们想一想这个题又没有什么变化 就是外面少了一颗棋子嘛 就是这个地方少了一个棋子嘛 其实这个地方也是属于白棋的一个隐形器 那么这个只属于在脚上的一个特例 在脚上有一个特例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也算是白棋的一口气 所以说这个题 这个题当然是这样的 这样的话白棋就吃不掉黑棋了 但如果这口隐形器 黑棋没有紧的话呢 白棋是可以吃掉的 那么这个小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看清楚 有没有隐藏着的气了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 紧气要从外面开始紧 不能够紧攻气 这个要记住 好的我们继续往下看吧 这个题的要求是 白棋先走 对沙中白棋能吃掉黑棋吗 那么小朋友们仔细想一想 这个题是不是很眼熟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例题 对吧 好的我们一起来简单的说明一下就可以了 看到大棋盘的上边 那么这个黑棋有三口气 白棋是两口气 所以说白棋的气少 黑棋的气多 那么根据对沙的技巧当中是说的是 长气要沙短气 所以说这个时候黑棋是要沙白棋的 就算白棋先走也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走的话 那么黑棋就可以杀掉白棋了 两棋对一棋 是吧 那么这个是例题 就不再多说了 那么小朋友们肯定是能做对的吧 好的我们下一道题 这个题的要求是白棋先走 在脚上的黑棋很特别 白棋能吃掉黑棋吗 好的那么这个是一道白棋的对沙 那么先看一下大棋盘 我们一起来说明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数气的话呢 这个应该怎么数呢 这个是白棋两棋 黑棋两棋吗 不对 因为这个白棋这个地方是不能够入的 对不对 这个地方你下进去的话 那会被黑棋提掉 那么这个时候算气应该怎么算呢 应该算是一二 然后这儿还有一口气 也就是说白棋两棋 黑棋是几棋呢 黑棋就是一二三棋 那么这个小朋友们一定得注意 看清楚咯 那么这个时候 黑棋是三棋 白棋两棋 那么根据对沙的技巧来说 就是长棋 沙短棋 对吧 那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白棋先下 能不能吃掉它 白棋走这儿 紧气 对吧 这个是它的一口气 隐形的一口气 那么我黑棋打吃 白棋再打吃 那我黑棋就提掉了 那么这个时候 白棋还能不能够吃得了 这个黑棋呢 那么很明显就不行了 那这个时候我白棋想 那我从另外一个方向我来吃一下你呢 这个时候白棋如果是走这儿呢 白棋如果是走这儿 那么这个黑棋能不能够这样打吃呢 不行了 那么记住 紧气一定得从外面开始紧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黑一打吃的话 那这个白棋正好 我正好就可以给你提掉了 对不对 那就成功了 但是这个黑棋也不会这样去下 那么黑棋走哪儿呢 黑棋走这儿 走这儿看得紧吗 走这儿吗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的这样的白棋 有几口气呢 我们也要多算一口 它也有一口隐形的气 就是在这个地方 对吧 因为它这儿有一个虎口 你黑棋不可能这样走吧 你如果这样走的话 那我被我白棋提掉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了 这个就是打结了 就不是禁杀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黑棋觉得不划算 我凭什么呢 我这个可以禁杀 我为什么要打结呢 对不对 所以说白棋也是要 需要一口隐形气的 从这儿开始进 也就是说白棋有一二三 那么这个时候 白棋也有三口气了 那么黑棋呢 同样 一二三 但是唯一不同的呢 就是现在轮到的是黑棋下 对不对 那么同棋对同棋的时候 到底是黑棋能杀白棋呢 还是白棋能杀黑棋呢 我们看一下 黑走这儿 白走这儿 黑走这儿 然后白走这儿 那么是不是黑棋可以把白棋给提掉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题不管怎么下 都是白棋吃不了黑棋的一个答案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对呢 好了 今天的上课内容和练习就到这儿 我们今天讲的是长气杀短气 那么小朋友一定要注意 一定得数清楚他们的气 然后才开始对杀特别是隐形气 那千万一定要记住哦 好的 那么你们可以下课以后登陆天意园围棋教育网站上面 有关于这样的练习题可以多做一下 那么我们明天要讲课的内容呢 就是第18课同气的对杀 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对杀 那么希望明天能够准时收看 大家再见 再见